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建筑制 建筑的模型的制作 本来我是有东西的 因为搬来搬去 所以不好展示 那个东西很大 各种纸板各种不同的 其实到美工材料行里面 材料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不管是彩色的瓦楞纸 还有各种厚的锡卡纸 那其实整个来讲 为什么会讲建筑模型 因为之前我讲过 吴中成造船厂 吴中成做模型 DIY这些东西讲了很多 那有的人讲说 建筑做模型的是建筑模型 然后做一般工业设计的模型 其实没有 所有摆工基于都是相通的 建筑模型比一般的模型 还更容易做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垂直的 都是直角的东西 那还有有趣的 我女儿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我送她上学的时候 她拿了一个大纸箱子 瓦楞纸箱子 我说挺别致的 她提在手上 因为她在做的时候 我在忙工作 所以我没注意 她什么时候做的我都不知道 结果在车上的时候 我在等红绿箱子 她说这是一个模型 我说什么模型 我回头一看 她用一个瓦楞纸箱做了一个楼房 两层楼 然后里面还有楼梯 还有窗子 还有床什么 全就是这个瓦楞纸箱 也没有涂装 就是这样 然后她把那个盖子打开来 你看这样子 这个人可以这样在里面活动 这是一个室内设计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是她很自然的 她说你看这个设计的 这是她设计的 但是细部我没有仔细看 但是我发现到 那个课程 那是工艺课吧 工艺课的那个作业吧 她做的 那那个就是建筑模型 而建筑模型其实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就是她的那一些 一些 123 我今天就在这边跟各位分解 那个我们在机械制图里面 也讲三式图 就是正式图 front view 上式图 top view 还有一个side view 测式图 这三个式图可以 可以把一个东西 立体的东西把它局限出来 那机械制图就是三式图 那建筑制图 其实也是三式图 只是她名称不一样 她的前面的正式图 就叫 我们叫做front view 在那个建筑制图里面叫做什么 叫做立面图 建筑师设计的就是立面图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物的外观 通常都是对着它正面 因为它的背面里面有冷气机啊 什么管线啊 什么还有跟别的 还有防火像什么 所以建筑物只能看正面 基本上只能看正面 连侧面都不太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的建筑坐落在某个地点之后 隔了没有多久之后 你旁边又盖了房子 你的侧面就看不到了 只有一个很窄的防火像 那你根本你无法看到全貌 全貌 也只能看在正面 也就是立面图 所以建筑师设计就是设计立面 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建筑师跟土木工程师或土木祭司有什么差异 土木祭司是由建筑师设计的外观之后 土木祭司去设计里面的结构 什么结构 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它的强度 因为建筑师可能要设计的一个很多奇奇怪怪的形状 那些形状里面都有机械力学 也就是材料力学的这些原理 应用力学的原理 你必须要去满足这些它的需求 各位可以看看有斜张桥 有什么吊桥 有什么桥 各种桥 有那个碱枝梁 有悬臂梁 等等等等 各种形式的建筑 不管它是石石头的建筑 那个木材的还是钢铁的 它都是有这个原理在 但是那些东西是属于土木祭司的范畴 不是建筑师 就像那个巴黎铁塔 那是为了有一年的那个万国博览会 一个建筑师设计的 他设计那个巴黎铁塔用的是钢架 那等于是它的外观也就是它的结构 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它巴黎铁塔就是一个骨架 它没有墙壁 它没有四面没有墙壁 就是一个铁架 中间有一个升降机 那刚才讲的这个立面图 才是那个建筑师要设计的东西 那它连测试图基本上 你的通风采光 等到你旁边盖的房子的时候 全部被剥夺了 通风采光跟view 还有视野全部被剥夺了 除非你的那个立面图 通常都是面对马路的 面对马路的 那不管怎样 这个建筑制图 我这边有样有实际例子 很简单 你把三式图做出来之后 你贴在纸板上把它切下来 然后你再用胶把它粘起来 就是四四方方的东西 再来就是细部 窗子啊什么的 你再做吧 这些小学生会做劳作的人 基本上都能做 那我今天要讲 今天要讲这个 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种建筑模型 大概在明清两代 其实在更早应该就有 可能在汉朝以前 可能商朝的时候 应该都会做模型 建筑模型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纺织机 这种是工业设计 他们就直接就做了 就做一个小型的缩小的模型 可以运作像玩具一样 可以运作 然后把它放大 变成一个大的机器 那这是属于那种工业设计 但是建筑是一个不动的东西 不能动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做这些东西 在有可考的 前面有多少工匠不知道 虽然有建筑法式 我看有些人解释建筑法式 我不赞成那种解释法 他认为法式是佛教术语 说建筑物都是 所谓法式是佛法的法 我认为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建筑法式的意思是说 建筑这个行业里面 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比如说屋顶要怎么斜 要斜多少度 以前不是用度数 它是用一个斜度比例 有多长的距离里面 要有多斜 诸如此类的 那等一下就要讲到这个 因为中国式的建筑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其他的墙壁都是直壁 只有它的屋顶最特殊 它的屋顶不是直接斜下来 现在各国的屋顶都是直接斜下来 而中国式的屋顶是一个弧面 它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弧度 它整个的整个的屋顶瓦全都是弧面 弧面 再来它的鸡 那个鸡梁 就是那个顶上的那个鸡梁这条线 如果是闽南式建筑的话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燕尾是翘的 两头翘的弯的 鸡梁是弯的 然后再来这个瓦也是弯的 整个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屋顶的面是弯的 再来它还有一个所谓的浮垫顶 浮垫顶是四面相接的 然后还有歇山顶 两面相接 然后另外一面是撤开来的 有还留保留一个 你四面相接 还有亭子 八角亭 六角亭 五角亭 它又是这样 又是这样和聚合来的 但不管怎样 它都是屋顶都是一个斜面 都是一个曲面 曲面 不是只是一个曲线而已 是一个曲面 整个的曲面 这个曲面还是一个变化曲面 这是中国古代的建筑 它是好像是 要故意要做一些难倒自己的 因为奇迹赢巧 它就要在那些 在这些地方表现它的工艺了 各位如果你去算过瓦 如果说你家有盖房子上 你去算要买多少瓦 要怎么算 还有你这个屋子 你到底要做多斜 这都可以 这都是在计算范围以内的 还有像日本式建筑 或者中国式建筑 日本式的建筑 基本上就是模仿了中国的 所谓伏垫顶 四面都是斜向四个方向 但是日本式建筑 它基本上就是直接直的 而中国式的是中间这样斜的 我这样讲的话 各位你去看看 那些古老的建筑都是这样 那今天讲的是模型 而不是讲那个东西 刚才讲说 在那个明朝的时候 那个 我们在那个北京 在紫禁城 我们直接讲紫禁城好了 紫禁城曾经在 是元大都嘛 元朝的时候建造的 可是在元朝的时候 有被烧过 被火灾烧过 然后到明朝的时候 也有因为战乱的关系 也曾经被烧过 但都重建过 一直到清朝的时候 也被烧过 然后也重建过 在清朝的时候 他在做的时候 因为当时 当时满清入关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战乱嘛 所以那个紫禁城有受损 因为战火的关系 受损 结果要翻修 还有一次就是大火 把整个的宫殿烧掉 烧掉了一个什么殿 我忘记了 结果要做 怎么做呢 因为清朝是把明朝消灭了之后 得到的 那所以 前朝没有什么资料留下 有关于这个建筑的 而且工匠的 这种角色 在古代 是地位不崇高 虽然有大将座 但是大将座 通常都是一些文官在担任的 并不是工程师出身的 并不是工匠出身的 像鲁班那样子的人 莫子这样子的人 并不多当官 所以 那时候就 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怎么翻新 没有图样嘛 那结果就 人家就讲说 有一个家族 专门做这个人 姓雷 那一家的家族 大家通称他 叫样式雷 样式雷 样式雷 所谓样式就是什么 就是他就专门会做建筑模型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翻修那个建筑 那建筑原来长什么样 我家里有资料 因为当年在建这个时候 是我的祖上 配合那个设计 设计师他做的模型 那个做的模型 要给皇帝看过之后 满意之后才开工 他不但是有图样 当时的图样 因为没有懂三四图 所以各位如果看过古代的那些图 你就很好笑 他的建筑 因为他没有所谓上式图的概念 所以他的建筑是 有的往这边倒 有的往那边倒 往那边倒 他完全是由那个人走到里面去的时候 看到的立面 全部立面全部倒向 从正面倒向去 所以你要看侧面的时候 侧面往那边倒 看那边的时候 那边往那边倒 所以各位如果看过古代的那些 那些建筑的图的话 或宫殿的图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爆笑 现在人看起来会爆笑 可是那个时代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集结制图三四图的原理 还有透视图的原理 是从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有的 在那文艺复兴是中国的明朝的时代 在那之前根本世界各国也都没有这个 哪怕是那个埃及罗马 他们那么豪华的宫殿 当时的石匠全部就是在 是用什么样的图法不知道 那个虽然米开兰基罗他们有画那些东西 他们都是简单的立面 没有什么复杂的三四图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三四图 但是他们也都已经知道 因为那个行家可能就像商朝 或者商朝以前的那些工匠 没有文字留下来 但他为什么做出那么精良的东西 可能他另外还有一套东西吧 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今天讨论的就是做建筑模型 你们这个样式雷家族 他做什么东西呢 在文献上都讲说 他的专业是烫样 很多人讲说烫这个字 跟运斗的运 很多人搞不清楚 有些人讲说拿一个运斗来 结果他写个字 写什么 写成烫斗 烫是一个汤 喝汤的汤 底下一个火 这个字念烫 烫手山鱼的烫 可是运斗的运 运字是上面一个位 上位中位下 那个哨位的位 位字 摸金笑位的位 这个位 底下一个火 这个字念运 运斗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烫斗 很多台湾很多人的那个讲 嘴巴可以讲运斗 但是一写字就写成烫斗 因为他的运字他忘记怎么写了 这个例子太多了 因此有的时候他直接就讲说 拿个烫斗来 烫斗 很好笑 那事实上 运斗原来就是用木炭 木炭烧红的时候 放到那个铜做的那个 一个铜器里面 我这边还有这个东西 有好几个 然后拿这个东西来烫衣服 但是烫这个东西只能做什么 只能做平面 简单讲只能做平面 除非你要做袖子 要做弧面 那有一个模型在底下 你只能把它这样 把它那个 把这个奏 起奏的部分弄平 仅止而已 可是 刚才讲过 我们的屋顶是这样 一个曲面 曲面怎么做呢 那为什么叫做烫样 而不叫做 不叫韵样 那我这边 我先弄几个东西 典型的例子 给各位 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的竖型的东西 为什么叫烫样 刚才讲 韵斗它是平面的 它只能够做平面 把平面弄平 可是当你要弄曲面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刚刚那个浪板我没做 因为那个 我这边刚刚有 还有绿色浪板 刚好是我们家以前用的那种浪板 还有当兵的时候 那个银房都是那种浪板 绿色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 我这边用这个汤匙 就是各式各种各样的汤匙 为什么要用汤匙呢 因为汤匙就是一个曲面 这几个汤匙造型都不一样 因为它曲面都不一样 这一支汤匙是曲面 接近球面 那什么叫烫样呢 就是先把这东西拿到火上面去去烧 烧热了之后 然后拿这个在纸上面去 把纸上喷上水之后 让它软化之后 拿这东西在上面去造型 让它产生这个曲面 不是弧面而已 曲面 因为它是3D的 球状的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造型的 这就是用一般的汤匙 不是为了这个特别打造的 就是用一般汤匙 那我们还有那个做牛油的 涂牛油的那个牛油刀 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那个牛油刀 人家用来做索纳的哨片 或者是其他东西 也是用间接性的 就是拿到酒精灯上去烤 烤烫了之后拿来塑形用 这就是烫样 烫样 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用纸做模型 就做那个模型的建筑 不管是宫殿或什么 为什么要用烫样 就是这样子 它是因为把它先把它烧热了 所谓烧热不是要烧成红热 就是它温度够了之后 你就拿起来去塑形 让那个纸 原来纸是平的嘛 你把它弄成糊面 就像我刚刚讲的浮电顶 那个斜山顶 还有那个三具 五具六具的这种亭子的这个造型 它这种曲变怎么来的 纸不能做成那个形状 那怎么做成这个形状 就是用这种东西 这就是烫样 所谓样式雷 常常会讲样式雷 这就会讲到烫样 也就有的人讲说烫样 就是那时候的建筑的模型 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 不是一回事情 建筑模型可以像我们现在做的直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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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的 然后那真的要做那个曲面才要用的所谓烫样 那你要直面的话 只要最后你只要用纸模糊上去之后 你直接把它用用熨斗一样的把它烫平就好了 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地方还有 像比如说你做一些飞行器 或你做那个翅膀 飞机的翅膀 最后你就用熨斗 给它熨一遍 让它 让它那个布收缩 紧绷 紧绷的蒙皮 布的蒙皮 做在骨架上面 紧紧的给它绷在上面 就是用这个让它收缩 让那个布料收缩 让那个用温度的关系 让它那个筋尾线收缩 收缩 收缩绷得很紧 就是一点点那个死角都没有 就是完美的蒙皮 就是用烫的方式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样式雷 跟建筑模型的制作 其实都没有什么难度 那另外我再提一下 最近我 最近吧 大概是一年左右吧 在电视上 在网络上 我看到有一个外国人 他做的非常有意思 他把那个砖头什么 都做成很小的那个模型 但是他用的那个水泥 用的水泥 大概是另外一个特调的吧 然后他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铁架 用那个真正的用铁丝 绑钢筋什么 完全都跟那个真正的建筑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缩小 然后连那个钢筋绑好之后 然后连做那个模板 然后灌浆全部都跟正常的一样 包括那个管线 比如说你要预留那个灯 灯啊什么那些管线 当然也可以预留那个电风扇 电风扇的管线 它全部都是跟这个针的一样 然后灌浆 灌浆之后等它干了干了之后 再来砌 砖头砌的那个完全都是品质型排列 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看他那个每一集都很有意思 每一集都想要看完 但是你看过几次之后 它就是用那个完全就是建筑 如果说你学校 如果说你要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有兴趣的人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做 它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 真正的建筑的效果 但它盖的东西通常都是一些 一层或两层的房子 它甚至于上面还有一些屋顶还有结构 那这些里面它用什么材料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最后讲到建筑 我顺便提一下 之前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就有那个奇马钉 奇马钉就是摸子型的钉子 两边有钉 那它是有平行的 180度的 也有是这个90度的 就是钉子的那个头 是成90度排列的 这样子形状的 这样子形状 那这两种我们都有 因为我发现到 卷村里面 这个当年国民党盖的卷村 都有点简陋 它里面没有所谓的卡笋这回事情 一个卡笋都没有 因为卡笋是一个很高级的工艺 它是由那个阿兵哥盖的房子 它那个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 就是奇马钉 把两块木头要交叉 或者用什么角度交叉之后 先打奇马钉上去把它打死 打死之后 因为再来就是拉杆等等 就是斜撑的梁等等等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 跟那个卡笋是两回事 卡笋是如果碰到外力的干扰的时候 不管是风吹雨打什么的 主要是那个外力和巨风来的时候 它有互相牵制作用 而这个奇马钉的牵制作用 没有那个卡笋来的精密 那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房子会倒塌 就是因为就用了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家有一大堆 先父虽然是个医生 但他自己会造屋 就是用这些奇马钉 他也不懂 他也没学过工科什么的 就是看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可以买得到这些五金材料 就买回来 然后有的树杆啊什么的 树树树 整个树的那个 粗的树的那个柱子 就拿来当柱子 然后当梁 他也懂得怎么样做这个斜度什么 全部都是用看的 他完全没有受过这个泥水工或者是这个瓦匠的训练 他就会 而且这些东西保留到现在 40多年啊 保留到现在都还完好如初 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伟大 可以这样讲 可以非常伟大 我亲眼看他盖怎么样盖 然后怎么样这些奇马钉 那时候我还读小学 都不懂 但是就看到我父亲在那边上凉 在那边做这些东西啊 他完全没有学过 他都会做这些东西 这个情景就像是乡下 现在大陆乡下盖房子 有的时候不会 顶多就请一个师傅 剩下全部是 全部是自己人帮衬 自己人帮忙 就盖了屋子了 那负责人是要那个工匠 那个工匠懂得怎么算瓦 怎么算斜度 但是房子盖好之后 可能也不见得满意 所以要开天窗等等等 以上跟各位分享一下 建筑模型 样式雷 还有烫样 谢谢